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一週一次的訪談李教授的時間 這一次烏克蘭戰爭 各方面都在總結這個教訓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戰爭 中共那方面他們認為 這個主要就是因為烏克蘭挑釁俄羅斯 然後北約不斷的東擴 給俄羅斯造成了安全的壓力 在全世界很少有國家有政治集團 統一這個說法 台灣倒是有一部分人 跟中共的口徑是差不多的 台灣的藍營的一部分人 不是全部是一部分人 占比較大比例的一部分人 他們認為台灣應當從烏克蘭戰爭當中 吸取教訓 不應當去挑釁中共 不應當完全投靠美國要保持中立 小國要中立在大國之間中立 才能夠保證自身的安全 那這種說法實際上完全不符合 這個烏克蘭和俄國這兩個國家之間 過去這幾十年的這個歷史 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的那個時候 烏克蘭它當時是擁有強大的軍備的 但是後來烏克蘭因為想實現這個永久的和平 因為要想保持中立 所以說他們把自己自己把自己去軍事化了 把一千多顆核彈頭都自動的銷毀了 把龐大的這個陸軍空軍和海軍 全部都給降級了 到了2014年的時候 烏克蘭真正是做到非軍事化了 烏克蘭全國的軍隊 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一個大國家 它的軍隊只有不到一萬人 在六千到八千人之間 那還不叫非軍事化嗎 那還不叫這個不挑釁大國嗎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2014年的時候 然後普京這個侵占克里米亞 奪取了烏克蘭的一部分 然後普京挑動頓巴斯 成立那個親俄勢力 成立兩個共和國要鬧獨立 然後挑起了烏克蘭長達八年的內戰 這就是不挑釁大國 所帶來的最後的結果 所以根本就不是所謂的 烏克蘭挑釁的問題 而是俄羅斯當這個普京上台之後 當俄羅斯變成了一個專制集權的政體之後 他就帶有這種侵略的基因 他就有了這種侵略的意向 這個俄羅斯是如此 中共也是如此 習近平尤其是如此 大家看一看普京侵略烏克蘭的說辭 跟這個習近平要統一台灣 要復興偉大祖國的這些說辭 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兩個人都有相同的意識形態 就是要追求所謂的大國的光榮 就是要成為世界強權 在這種情況下 你台灣如果是沒有強大的兵力 沒有強大的武力保衛自己的話 那麼很快中共就打過來了 如果是台灣不跟美國不跟西方這些民主國家 結成強大的聯盟穩固的聯盟的話 中共隨時都可能打過來 所以說應對中共的這個侵略的壓力 台灣不是要不挑釁 不是要保持中立 而是需要有更多的 有更新的這樣的一些 這個思維有更好的戰略 那關於這個台灣的戰略 李教授前天在有一個 這個台灣的論壇的這個場合 他說出了他的觀點 他總結了五個方面 今天我就想請李教授 來幫我們解析一下 台灣最好的這個智慧的戰略 李教授你好 主持人一平兄好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上禮拜四接受台灣數字台灣節目 連帶電視數字台灣節目主持人 謝金河社長的邀請上電視去錄影 剛好在禮拜天晚上8點播出 我在那個節目場合中最後提出了 二十個字五句話作為我觀察這一次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的感想 應用到台灣海峽兩岸的思考 那我這二十個字呢 第一個就是科技掛帥 第二句話是民主初級 第三是和平倒共 第四是真相無敵 最後是自有必勝 為什麼科技掛帥 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他們預期三月二號就要成功 剛好有一個俄羅斯一個學者在台灣 一個教授 長期在台灣 他也說 他說三月二號以後 俄羅斯的軍人自然 竟然失去要戰爭的目標 因為他們本來打算三月二號以前 拿下烏克蘭 然後烏克蘭投降 然後他們就對外宣佈 將烏克蘭納入整個俄羅斯 現在的版圖裡面 然後大斯拉夫主義成行 然後換個政府 但是三月二號以後 這些軍人不曉得 這個目標失去以後 不曉得怎麼打仗 這是俄羅斯的教授在台灣 在電視節目裡面講出來的話 我們為什麼發現說這一次俄羅斯 為什麼沒辦法像以前這樣子 大家認為他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軍事大國 這樣子讓他覺得很害怕 因為他是用到了20世紀 他被美國的科技戰 美歐的科技戰打垮了 因為像馬斯克的星鏈 這樣一個計劃 就可以讓烏克蘭人 繼續擁有網路視訊 還有整個通訊系統來互相連結 聯繫還有對外發聲 他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發現烏克蘭的反抗 是用太空戰指導海陸空三軍聯合作戰成功的 否則為什麼對好幾個俄羅斯的指揮官 可以僵準打擊 還有坦克還有直升機 輕易就被打下來 甚至連軍艦都被烏克蘭打下來 我覺得後面就是一個資訊戰 後面就是一個高科技戰爭 那麼未來中國大陸 他一方面他繼續用高科技要控制大陸人民 他還在高科技發展軍事跟經濟 2018年川普打貿易戰開始 我就發現貿易戰經濟戰的核心 科技戰 科技戰的核心就是晶片 所以台灣一直擁有最多的最精密的晶片 台積電製造的這一項 我認為這是自身的武器 那麼未來我們西方一定要用科技領先中共 然後不再讓中共 透過各種管道可以竊取機密 甚至於還要管制高科技的東西 包括晶片出口 讓中共沒辦法繼續發展他的國防 軍事高精密的工業 這個是自敵機先的第一步 第二個民主初級 2004到現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在倒退 尤其是2000年的新冠病毒 或者說有些人喜歡強調了中共病毒 武漢肺炎 室內全球以來 各個國家為了應付這種防疫 民主繼續倒退 已經十幾年了 那麼西方的學者開始強調要民主需要防衛 那我認為民主防衛不夠 你對付中共這種強權崛起 一定要將民主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大量的輸送 到中國大陸的十幾億人口中 而且要民主的初級 不僅是台灣要民主初級 全球自由民主國家都要民主初級 這次的俄污戰爭 其實原因當然是自由民主跟基準專制對抗 遲早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俄國跟中共國家兩個 一個威權專制一個極權專制 這樣一個國家跟自由民主的衝突 這是原因 金英就是拜登總統去年年底 召開的民主防衛 不邀請俄羅斯跟中國參加 所以這兩個國家乾脆更加緊密的結合 那麼當時提出的是民主初級 民主防衛 但是我認為應該要民主初級 當時也有一個結論就是要防止腐化 防止腐敗 這一點是初級的一種 讓俄羅斯金融寡頭 或者是基礎官僚 他們擁有很多錢放在西方國家了 還有中共貪官污吏這些錢曝光 防腐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不夠 最重要的是價值觀 思想觀念的初級 這一點一平凶也在其他視頻也強調 我們應該要將民主的思想觀念主動出擊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我談到的是和平倒攻 這一次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不成功 大家現在已經到處都在講說俄羅斯已經失敗了 不管戰爭的情況最後怎麼結局怎麼樣 俄羅斯也都已經失敗了 那麼俄羅斯失敗以後 俄羅斯一定無法再繼續維持這樣一個強權 可是我們來反思台海兩岸或反思中國大陸 我們當然不希望中國未來要 共產黨政權要崩解的方式是對外勤力 造成他維持不下去崩解 所以這一次俄羅斯戰爭提供給我們最大一個教訓就是 中國人十幾億的中國人應該去反思 應該去思考如何和平的讓共產黨政權垮台 因為如果中共需要對外戰爭來才讓中共 這個實力削弱 那必然帶來的是什麼 生平塗炭 今天中共不管對哪一個國家發生戰爭 包括對台灣發動戰爭 中共一定也要犧牲很多 像這次俄羅斯西洋人可能會不會輸給烏克蘭少 因為軍人在西洋方面不會少 所以如何和平倒共 應該迫在媒體讓人去思考 有些俄羅斯戰爭讓我們體會到 極權專制不可能永遠存在 俄羅斯的威權專制倒台 中共的極權專制不可能永遠這樣繼續下去 它內部已經千瘡百孔 它內部現在我最近看到了 高麗菜在上海賣到一粒七十幾塊人民幣 不得了啊 那怎麼生活啊 整個社會到處都是漏洞 不管是八海的鐵鏈女或者是飛機墜毀 最後都不知道鋪售迷你 中國發生任何事情好像都跟政治扯不了關係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潰爛的一個國家 這個情況之下如何和平倒共 不僅是中國人要負很大責任 全球所有自由民主國家都有這種責任 來讓中國和平穩健的鄰近革命走向民主政治 第四個我談到的是真相無敵 2011年3月11號我到達南薩拉 尊責給我們最大的提示就是真相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我們坐下來就跟我們講說 前陣子兩位大陸的記者過來 他要他到處看隨便看都沒有關係 回去沒辦法報導也沒有關係 他知道記者 達南薩拉回去中國大陸後 沒辦法據死報導 他說沒有關係 你只要你看到的真相告訴你的親友就可以了 結果那兩位記者當場落淚 所以我的心情我的想法就是真相無敵 我們對抗假訊息要揭發假訊息 那麼對抗假訊息我們不需要再製造假訊息 我們用真相面對中國 面對中共面對中國人 只要讓這個中共防火牆打掉 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如何 那麼中共的政權就無法再確保下來 我到大陸幾次 我發現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根本不知道 劉曉波這個人是誰 也不知道 甚至也不知道曾經有過60天的世界 現在年輕人 所以香港反送中的時候 中國人也不知道原來香港人是和平示威的 連教授都不知道 他們只接受到香港人在暴動的爭取 他根本不知道香港人只是剛才 只是和平的爭取他應有的權利 比如說罪犯不要送到中國大陸去 這樣一個卑微的訴求 比如說他們要自己民選 自己的立法委員 自己的統治者 他們只是一個和平的要求而已 然後中共根本是屏蔽訊息 然後在製造說香港人在暴動 這是我所看到的 我們所了解的世界 中國人在大陸是不了解這個世界的 所以真相無敵 真相就可以讓中共政權垮下來 最後我談到是自由必勝 自由是何無人性 每一個人都會向我自由 尤其擁有自由以後的人生 就像你想有新鮮空氣以後 如果你空氣一點點窒息 你都會受不了 我們台灣的2300萬人就是有這種感覺 我們好不容易享有自由民主 就像新鮮空氣一樣 如果有一點點窒息都會受不了 這一點我就要回到俄羅斯 全類烏克蘭的事情 我推薦大家想盡辦法去看 《領東烈火》那部片 我非常忙碌 我女兒早就訂了Netflix那個電影 我最近找《領東烈火》來看 我看了以後我非常感動 烏克蘭人為了要脫俄入歐的決心有多強 他在2013年為了抗議前總統 答應他們要跟歐盟在一起 結果他自己跑去跟俄羅斯簽自由貿易協定 烏克蘭人在幾乎發動兩個月左右的抗爭 犧牲了好幾十人 爭取到最後那個總統跑掉跑到俄羅斯去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從2013年的《領東烈火》那部紀錄片的抗爭 到現在烏克蘭人站出來 你看最近有一個事情 一個市長被二軍抓走了 結果他們人民敢站出來 用肉體擋子彈 那這些過程中讓我們有很大的一個感想 那就是自由無敵 我們希望中國人大家共同 我們現在共同來思考如何倒共 一平凶在好多年前就已經寫了變局冊 到現在為止我都覺得這個觀念非常好 就中國人應該大家組裝起來 如果大家都活不下去 包括物價推漲 包括房地產 那個 房間 然後包括生活民生凋敝 哪一天大家一起站出來 跟共產黨說 政權說不 請他下台 和平的這個轉變 希望 顏色革命最後的障礙 中國大陸能夠實現 只要中國大陸可以民主和平轉型成功 那我相信這些小弟 不管是敘利亞 不管是北韓 不管是現在 那個委內地 這些專制國家 他們都沒有靠山 就像現在俄羅斯 馬上即將不可能再這麼樣的耀武揚威 中共這個政權只要崩解 我相信這個世界會走向一個比較和平的世界 不再會有極權專制跟威權專制 對是人類世界的危害 我相信這次俄羅斯戰爭以後 全球自由民主國家應該會更加覺醒 更加團結在一起 來幫助沒有轉型成功 或者是還沒轉型的國家 我所謂沒有轉型成功 就俄羅斯希望二度民主轉型 所謂還沒轉型的國家 就是中共國 趕快和平 臨近革命 轉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 謝謝 李教授 剛才總結的太好了 科技掛帥 民主出擊 和平倒共 真相無敵 自由必勝 二十個字 方方面面都總結到了 這個科技掛帥 現在尤其重要 不僅僅是在這個軍事戰場上面 要科技掛帥 在和平的這個政治鬥爭當中 在顏色革命當中 也是得要科技掛帥 在2014年15年那個時候之前 我是一直是堅信 我一直是認為 中國靠自己內部的力量 民間的力量 以及體制內的這個 一部分開明自由派的這個力量 大家是可以推翻這個集權專制的 因為那個時候 科技還是向著有利於 這個反抗的這一方 在這個起作用 比如說互聯網 讓所有的老百姓 都能夠聯繫起來了 社交媒體可以讓這個老百姓 民間的抵抗力量 能夠組織起來了 那個時候很有希望 科技有利於反抗 但是後來習近平上台了之後 他穩固了政權之後 我們就發現 他是越來越多的在運用高科技 來加強他的控制 來加強他對人民的控制 以及加強對黨內反對派的控制 現在不僅僅是普通老百姓 連黨內的那些反對派 連黨內的那些高層大佬 他們都已經沒有辦法這個免受監控了 他們都不敢隨便說話了 這就是科技的力量 現在被獨裁者給掌握了 在中國國內被獨裁者給掌握了 怎麼樣才能打破他在國內的這個科技霸權呢 靠中國人自己是不行了 靠中國國內的力量是不行了 一定要有全世界的參與 包括台灣的參與 台灣是科技大國 如果是全世界還在不斷地向他輸出高科技的話 不斷地在科技方面給他輸血的話 那麼這個政權他會越來越穩固 所以說必須得科技掛帥 必須美國這個歐洲日本加上台灣 這些國家對他實行嚴格的科技封鎖 而且甚至是還要在科技上面對他發動攻勢 打破他的這個防火牆 打破他在中國國內的科技壟斷 創造一些新的科技手段 讓民間的中國民間的反抗勢力 讓中共體制內的對習近平不滿的這些勢力 能夠有辦法通過科技手段再次聯繫起來 人一聯繫起來一組織起來 那就會形成政治力量 第二個李教授說的民主出擊 實際上跟這個科技掛帥也是相關的 它是一個整體的這個民主陣營和這個自由陣營 這個一個整體的戰略 這次拜登在訪問波蘭的時候他有一篇演講 這個演講裡面也說得非常的好 也說得非常的好 他就是說這次戰爭實際上是自由陣營和 專制陣營兩個陣營之間的戰爭 不僅僅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領土之爭 不僅僅是烏克蘭主權的保衛戰 這是民主和專制之間的一次對決 那麼這個專制陣營最大的力量在哪裡呢 不在俄羅斯 是在中共 所以說民主社會 全世界的民主力量 它跟專制對壘的時候 現在實際上重點的進攻的對象 重點的對象應當是中共 而對這個中共是不能夠完全採取守勢的 採取守勢他們永遠不會垮 所以整個民主世界應當對它採取攻勢 從這個信息戰上面 科技戰上面 從宣傳戰上面對它採取攻勢 民主國家一般來說不到特殊情況 不會在軍事 不會用軍事力量來採取攻勢 不會主動發動戰爭 但是宣傳戰 科技戰 信息戰 這方面是完全可以發動攻勢的 而且這方面民主自由陣營佔有絕對的優勢 專制國家他們因為控制人民 所以說人民沒有發揮出它的創造性 它的科技力量就不行 它的這個創意就不行 而信息戰 科技戰 宣傳戰都是需要創意的 所以說要這個民主出擊 然後李教授還總結的和平倒共 不要等到獨裁者發動戰爭的那一天 再來對他們進行打擊 那個時候雖然民主世界會取勝 但是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經歷的這個承受的風險太大了 就是應當在現在就用和平的手段 來推導他這個政權 拜登在這次演講當中也說了 不能夠讓普京這種人繼續執政 他在前兩天的有一篇演講裡面說了 不能夠讓獨裁者不能夠讓那一些想當皇帝的人 為所欲為想當皇帝的人 那就是指的習近平呢 是 所以看起來現在西方世界已經開始醒悟了 已經開始對獨裁者要下定決心 要把他們給除掉了 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我希望臺灣發揮重要的作用 臺灣實際上是很有這方面的潛力的 把這個潛力發揮出來 那會對中共造成重創 所以李教授剛才總結的這些 我都特別特別的贊同 也感謝李教授剛才又在推薦我8年以前 9年以前寫的那本書《變局冊》 那我當時在那本書裡面提出的一個 這個民主派 中國民主派的戰略 就是這個小型化 扁平化 建立去中心化的小團體 以各個地方為單位 每一個地方上面的這些自同道合的民主派人 用社交圈的形式組成這個當地的這樣的組織 這樣的小組織 中共難以破獲 中共難以全面的鎮壓 但是一旦實際到的時候 大家可以群起而攻之 這種小組織 扁平化的小組織 就可以發揮出它最大的力量 在當地組織起幾千幾萬幾十萬幾百萬的人 一起走上街頭進行顏色革命 那這個戰略我至今認為還是有效的 大家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面的情況 這個也有相似之處 烏克蘭戰場上面 大家看不見大會戰 因為大會戰 俄軍他佔有絕對的優勢 他有更多的飛機坦克裝甲車 要跟他進行大會戰 烏克蘭沒有取勝的希望 但是烏克蘭他採取了更好的策略 他把他的軍隊化整為零 不斷地有各種小的這些戰術團體 去對俄軍進行各方面的全方位的這種襲擊 讓俄軍焦頭爛額 顏色革命同樣可以採取這樣的戰略 大家形成本地化的小型的組織 這個組織在將來一定會發揮到作用 感謝李教授剛才的推薦 我這裡在自己再推薦一下 《變局策》這本書在網絡上面 在谷歌上面能夠搜尋到能夠免費的下載 希望給更多的這些想推翻中共極權暴政的朋友 提供一個思路 提供一個總體的戰略 當然更多的這些戰術層面的思考 還需要大家各自的去努力 大家在實踐當中不斷地總結經驗 我覺得一平兄總結的比我講得更好 所以我非常高興 那我最後有一點小心的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戰爭研究的思想家好像叫克勒維茲 他說所有戰爭都是內政的延長 我更要講第二句話 不只是內政的延長 在專制國家根本是專制獨裁者意志的展現 這一次俄烏戰爭就是普京他的意志的展現 習近平想要入侵台灣也是他意志的展現 都是為了要建立他自己偉大事工 普京是要恢復大俄羅斯帝國 大斯拉夫主義 習近平想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所以他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一定要收回台灣 那如果無法和平統一 那不惜用武力入侵侵犯台灣 這都是專制獨裁者意志的展現 那麼這次戰爭讓我感慨很深 我一直在想說習近平內心裡面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蘇聯垮台的時候 蘇聯沒有一個藍耳 他根本否定否決當時蘇聯垮台 讓風解的時候讓很多 產生了15個獨立國家出來 那15個國家裡面有一半都已經轉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 包括波羅的亞那三個國家 捷克 波蘭 匈牙利還有斯洛伐克 所以這就是習近平他的視野不夠 我不知道蘇聯垮台就人類歷史來講是有多大意義 他說當時蘇聯垮台沒有一個藍耳 所以我一直在想 在習近平的心目中 唯一的藍耳可能就是普丁 而這次普丁陸心烏克蘭 灰頭土臉 我不知道習近平如何去面對自己心中 那個藍耳已經不行了 他難道還要學習那個藍耳 還要這樣子來擔任獨裁專制的領袖 還要連任還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還要他喜歡講一句話 這個人類並一共同體 他人類並一共同體讓大家聽起來毛骨悚然 他是不是希望實現共產主義 早就提出來的永遠不放棄的理想 那就是未來人類世界是共產主義的世界 要將中國這種意識形態淋交在全世界 自由民主國家上面 所以他強調說他們全構成的民主才是真的民主 我覺得他真的是不瞭解時代潮流 我希望中國人更多去反省 幫習近平一起去反省 這樣一個思想觀念是不是中國人的浩劫 我們應該打掉他這個夢想 不要讓他的這個夢想成真 因為那是人類的浩劫 中國人的苦難 謝謝 謝謝李教授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個禮拜同樣的時間再跟大家再見 好 謝謝 再見